2021年7月14日,奥运竞走冠军王丽萍接受新华社邀请为东京奥运会的报道工作奉献力量。 看到王丽萍的出现,网友们的评论都是为王丽萍鸣不平,喊着姐姐加油,姐姐你是最棒的。 王丽萍在2000年千禧年的悉尼奥运会上获得了女子竞走冠军,可她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孤独的冠军。 没有国旗没有欢呼,王丽萍1976年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的一个农村家庭,母亲负责在家一边做农活一边照顾王丽萍,父亲则在凤城市的煤矿烟业收购站工作。 一家人的日子虽然过得十分清贫,但父母从小就对王丽萍疼爱有加。 对于他们一家人来说,钱多钱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紧密团结在一起。 从小学开始,王丽萍就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运动天赋。 每次学校开运动会和跑步有关的所有比赛,王丽萍都是第一名。 1989年,13岁的王丽萍被奉承体校选中,因为髋关节力量充足,王丽萍改学进走。 在学习进走的第二年,体校教练向当时的中国进走界著名教练王奎推荐了这个特别能吃苦的小姑娘。 同年,王丽萍进入了辽宁队试训。 辽宁队的训练对于14岁的王丽萍来说可谓是地狱般的折磨。 教练王奎在进走界有着魔鬼教练的称呼。 刚开始的王奎教练对于这个瘦小的女孩并没有什么信心, 只是因为朋友的大力推荐,愿意给她一个试一试的机会。 可谁也没想到,王丽萍这个才14岁的小姑娘对自己那么狠。 当时王丽萍的肠胃有些不好,在大量运动后会一直呕吐,吐得最厉害的时候把胆水都吐出来了。 可即使是这样,王丽萍都没有放弃过一次训练。 看着这个在训练上能对自己瞎这么大狠心的王丽萍, 王奎教练当即决定留下她,还奖励她一身全新的运动装备。 1996年,常年累月的高强度训练让王丽萍的膝盖受了伤,并且越来越严重。 开始的时候,王丽萍还能勉强训练,后来连下地走路都做不到了。 医生告诉王丽萍,如果她不想后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那就必须放弃静走,休养一段时间。 面对这种情况,王丽萍选择了回家休养,把女儿接回家后的王爸爸王妈妈, 看着女儿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哭着对女儿说, 咱不练了,退出吧,就做个普通人。 爸爸妈妈不要求你一定要出人头地,你健健康康的就行, 可已经为静走运动付出了大量努力的王丽萍,并不肯放弃。 在家里休养了两个月后,王丽萍带着稍有缓解的伤痛, 重新站到了训练场上, 再次拿出了那个14岁的小女孩,对自己吓得狠心, 用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坚持,战胜了这次伤痛。 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王丽萍的成绩也开始有了飞速的提升。 1997年,王丽萍逐选国家田径竞走队。 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王丽萍并不在正选名单里, 他要通过选拔赛才能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第一轮第二轮选拔赛,王丽萍都是第一, 可就在第三轮选拔赛开始的前四天, 王丽萍膝盖的伤复发了。 这可把王丽萍和他的教练急坏了, 这眼看着就要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谁能想到就插着临门一脚,伤痛又来了。 对一个运动员来说, 职业生涯的终极目标就是参加奥运会获得奖牌, 可现在这个情况, 别说拿金牌了, 连参赛资格都获得不了。 或许是老天爷也不想辜负那个胆水都苦出来, 还要继续练习的小女孩。 经过医生的两天理疗, 王丽萍的膝盖奇迹般都不疼了。 第三轮选拔赛当中, 王丽萍再次获得冠军。 凭借着连续三次的选拔赛冠军, 王丽萍获得了悉尼奥运会参赛资格。 虽然王丽萍获得了奥运会参赛资格, 但是他并不被看好能够获得冠军, 因为他在之前参加的全国锦标赛和亚运会上, 都没有获得过第一名。 反而是当时的王丽萍一起参加的另一位竞走运动员, 刘洪宇的夺冠呼声要远高于王丽萍。 王丽萍的夺冠路程也是十分的曲折和幸运。 在女子二十公里进走决赛堪开始, 刘洪宇一直处在领先位置, 但是进走比赛的规则是, 如果选手有出现跑步的情况, 直接罚下。 双脚同时离地或者有曲腿现象要给黄牌警告, 累计三次警告也是直接罚下。 在刘洪宇距离终点还有四公里的时候被裁判罚下, 此时不断地有对手被罚下场, 王丽萍的排名变成了第三, 但是王丽萍在前面的比赛路段已经有两次黄牌警告, 再有一次王丽萍也要被罚下, 特别是在刘洪宇被罚下后, 王丽萍已经是场上唯一的中国选手。 处于这种情况的王丽萍心想, 我要稳扎稳打, 不管能不能获得好名字, 至少不能被罚下。 如果罚下, 可是什么成绩都没有了。 那就代表中国队在这一次女子进走比赛中, 没有获得任何成绩, 这时第二名的国外选手也被罚下, 王丽萍的排名成为了第二名, 王丽萍的心中也在一直给自己打气, 奥运会银牌也很好了, 王丽萍你一定要稳住, 同一时间一直排在第一名的那位选手, 也马上就要到达比赛终点, 可他那一时之间太过激动, 跑了几步被裁判在终点前罚下。 就这样, 王丽萍获得了奥运冠军, 可冲过终点的王丽萍, 举手向观众示意, 环顾四周发现, 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欢呼。 偌大的观众席上没有一位中国观众, 陪同的工作人员也因为比赛结束后的封场, 没能进入场馆。 没有观众, 没有战友, 没有国旗, 王丽萍只能自己一个人流着眼泪, 空着手, 绕场一圈。 赛号王丽萍在接受采访时说, 虽说没有能身披国旗绕长一圈, 但是自己谁也不怪, 因为当时也没有人能预测到自己会夺冠。 而且在当时进走, 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项目。 当天还有一个跳水比赛, 在奥运会的跳水赛场上, 中国一直遥遥领先, 华人观众也都被吸引到了跳水比赛的现场。 奥运会的门票也很贵, 自己完全理解。 观众没有来看自己这场夺冠几率很低的比赛, 虽说王丽萍用豁达的心态开解了自己, 可夺得奥运冠军后, 没能身披国旗绕长一圈, 也是成为了她一辈子的遗憾。 2004年雅典奥运会如期举行, 当时王丽萍的女儿刚满三个月, 还没有断奶, 正是需要妈妈陪伴的时候。 这也给了王丽萍一个两难的抉择, 是参加雅典奥运会, 还是为了女儿放弃雅典奥运会。 在这个难以抉择的时刻, 父母和丈夫告诉王丽萍, 你去吧, 这是你一辈子的事业, 孩子还有我们照顾, 别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可刚坐完月子的王丽萍, 身体机能还没有完全恢复, 在这次雅典奥运会上只获得了第八名。 不过在2005年的东亚运动会上, 王丽萍的身体机能恢复到了顶峰状态, 拿到了金牌。 令人遗憾的是, 拿到金牌后, 伤痛再一次降临到了王丽萍身上。 也是在这一年, 被伤痛折磨的王丽萍宣布退役。 退役后的王丽萍去了北京体育大学读书, 在课余时间, 还会去国家进走队帮忙。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王丽萍还参与了各项志愿者活动, 为北京奥运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再后来, 王丽萍成为了一名体育投资人, 他和奥运冠军行奥伟, 还有其他两名合伙人, 成立了一项体育投资基金, 专注于推动国家体育产业的发展。 2018年, 王丽萍还和跳水冠军肖海亮, 体操冠军杨威一起成立了新贯联体育。 他们目前已经成功开办新贯联健身房, 杨威快乐运动馆, 神技精英国际青少年马术俱乐部, 等多个体育项目, 还多次举办了有着三位奥运冠军特色的比赛, 青少年体操比赛和竞走比赛等。 如今的王丽萍和他的父母、 丈夫、女儿一起居住在大连。 除了做投资人, 王丽萍还做起了田径裁判, 还经常在网上上传健身视频, 教观众跑步怎么发力, 怎么锻炼腹肌等等。 最近的王丽萍因为东京奥运会的召开, 生活又变得忙碌起来, 做解说、做报道, 处处都能看得到王丽萍的身影。 新年奥运会上的遗憾或者不遗憾, 对王丽萍来说已经成为过去, 生活还在继续。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